波兰市县几乎禁止堕胎 上万民众示威要求撤回 波兰最高法院日前宣布 因胎儿先天性障碍而堕胎属危险 判决结果被认为是几乎禁止人工流产 引发民众不满 上万人23日在波兰各地抗议 主动申请市县的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强调 对身下先天性障碍婴儿的产妇 提出后续的保障不住设服救济方案 PIS乐观于配套救济的微妙态度 却更是激怒了过半波兰社会 因此自10月22日视线结果出炉后 大批愤怒民众纷纷涌上街头 并在华沙等地遭到镇报检查 以催泪瓦斯出手镇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